动作俐落的Cili 与慈禧之工侃侃而谈 让人看不出原来她双眼失明 Cili的丈夫也是市长者 靠贩卖纸巾为生 夫妻偶尔帮人按摩维持家计 收入为薄要养活一家四口 负担沉重 职工接获提报 今年四月开始提供物资补助 每分钱私利都用的更谨慎 想映竹筒岁月的助人精神 每天也不忘存零钱累积爱心 她也要接触我们实际的环保 看我们怎样分类 或者她要去路边 店的地方 她会跟那些商家讲 她要收那些罐子 还是什么瓶子 懂得知足感恩的私利 翻转手心助人 为自己的生命再创价值 待一新闻沈泽荣 马来西亚报道